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钻石王老五 可却一直找不到女朋友 喜欢大书饭的 为什么呢 太挑剔了 会有一种大男的主意 本期时尚我最懂 黄金黄老五来了 上海应该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小开吧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是单身 但我觉得我未必黄金单身 云南卫视正在播出 我相信一见钟情 你曾经有过一见钟情 现在没有了一见钟情 时尚我最懂 我最懂时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时尚我最懂 那其实呢 在身边呢 有很多的非常帅气 高大而且多金的男性朋友 那么他们呢 可能呢就会被称为是 钻石王老五 这不就说你吗 蓬蓬 你就是高富帅啊 你看你有多高 你再说一个我高 特别帅 爸 我就喜欢他这样的 那我要提醒你了 谦和 你忘了吗 你妈说了你还没对象呢 每次都说这个老狗 不要讽渡啊 今天我跟你说哈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真的就是高富帅 其实高富帅的话呢 又可以称为是黄金单身汉 今天呢我们还走到了街头上 采访了一下我们身边的朋友 首先我们在开场的时候 通过VCR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朋友 如何看待我们钻石王老五和黄金单身汉的好吗 好 一起来看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是钻石王老五 一样有一位费人 讲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们的感情特别不稳定 公开汉 比较炒作的成分还是有多一些的 不当土豪吗 他为什么不结婚 落一大汗 山坏了我 我都不意见 那这个现在家庭就是现实情况下 没有三个不结婚 有个稳定的事业 有点房产 汽车 房子 别墅 什么都有 就是15代的人没结婚的 哇 原来大家从今天看起来的 这个对他们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真的是黄金单身汉 你说女嘉宾哪个说你不是呢 他们不敢 女嘉宾可能不这么认为 真的呀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个个都是非常的亮丽多姿 而且都很有这个是才情和智慧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女嘉宾好不好 好 从我的这边开始 首先来第一位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中国第一长退皇后魏威尔 好 来 有请第二位 大家好 艳缘 豪依迪 好 欢迎依迪 来第三位 大家好 学生 周爽丽 好 欢迎 第四位 哈喽 大家好 前明俊女孩成员 王从 欢迎 你好 欢迎 真漂亮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呢在请男嘉宾出场之前 首先来问一下我们女嘉宾 在你们的印象当中呢 这个钻石 王老五和黄金单身汉 你们有没有什么脑海中的定义 就我一想到它 就想到了什么词 所以首先请用我们的题板 来写出一个 一提到钻石王老五和黄金单身汉 你就想到了一个词语好不好 来 请各位赶快书写一下 来 请我们女嘉宾亮题板 好 从我们的魏威尔开始看起 你写的是 花心 花心 你以为是花是吗 威尔说一下 为什么认为高富帅是花心呢 因为他们现在就条件这么好 他们对女生的不专一性是非常的大 来 伊迪你说一下 你写的是帅 对 因为我觉得高帅富嘛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帅 颜值是吗 那就是 对 因为富的话就是土豪啊 伊迪对于颜值要求很高是吗 对对对 好 第三位我们爽力来看一下 他写的是高富帅 黄金单身汉嘛 黄金就包括了要高 然后要有钱 然后长得特别的吸引人 像黄金一样闪亮 特梦幻 来 我们看一下王从 你认为的是土豪加高冷 对 我认为的是那个钻石汪汪舞 听起来就特别土豪 然后觉得自己条件特别优秀 但我就高冷 觉得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特别傲娇 如果高冷的男生遇到高冷的女生 那简直两个冰山创到了 但是咱们俩不是冰山 因为你就是特别亲戚 我也一点都不高冷 是吧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好冷啊 你说到这边 好 其实刚才是我们四位女嘉宾 认为我们的黄金单身汉 她们的特点 那今天我们所请到的四位 我们的男嘉宾都已经来到了现场 接下来我们要掌声 有请她们出场了 好 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 今天的第一位男嘉宾 大家掌声欢迎 阿伦知名公司打区副总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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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伦 你好 哇 我觉得首先阿伦作为我们第一位男嘉宾呢 这个形象一打出来呢 感觉就有点符合我们女嘉宾说的 这个是高富帅 已经出来了是吧 好 谢谢阿伦 谢谢 来 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有请 敬元宫五星级酒店主管 欢迎 欢迎 颜松是哪里人呢 我是北京人 都说北京人这个都有四合院 您家几套四合院啊 您住哪个胡同啊 公王府 王爷 路过过 路过过 您请安了 你还不请安 不是 你跟女生前面啊 好紧张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颜松啊 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事儿 你能不能大声告诉我们 你原来的体重是多少 我原来体重是180斤 现在呢 我现在最瘦的时候是130斤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么有毅力的减了50斤 主要是通过运动 然后还有一个合理的饮食 什么运动 像跑步 或者是一些单车运动 那一会我们 再跟我们的颜松共同分享一下 他的故事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欢迎你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的是第三位 我们的男嘉宾有请 欢迎三号 李宝儿知名摄影师 欢迎 你好 哇 这只可爱弟弟型 我喜欢他这种 可爱 有点可爱 因为他感觉脸上还有些婴儿肥 所以你生活当中都穿成这样吗 对啊 就是非常舒服的 对 我一般生活工作都是这身 那平时工作再忙的话也会坚持健身吗 每天都会练 每天坚持 那我觉得身材一定很好 好 那我们谢谢宝儿 谢谢 欢迎您 请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赶快请出的是我们的四号男嘉宾有请 一起来看 欢迎四号 大雄公司合伙人 你好 欢迎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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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大家看大雄是不是明显跟宝儿相比 就是这个年龄的辨识度上了一个level 跨度特别大 我想问一下周爽丽 你现在是喜欢哥哥型的还是大叔型的呢 我喜欢大叔法的 为什么呢 你不觉得宝儿跟你在一起的话 你们两个的年龄会比较翻配吗 而这个大叔给你安全感吗 对 特别有安全感 特别有眼光 太有眼光了 真敢说 今天请来的四位男嘉宾呢 每一个人的这个外形呢 都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就是要从我们普通的人群当中 选出的这样的我们的男嘉宾 和大家共同认识一下 我们身边的算是王老五也好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好不好 好 谢谢大雄 欢迎你 请坐 想跟大家说的是呢 我们每一个呢 黄金单身汉呢 他的背后呢 都是很努力的 否则不能够达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成就 但是呢 我想说 他们呢 也会有一个非常土鳖的时候 知道吗 非常土的时候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 他们十年前 我们的这些黄金单身汉都是什么样子的 哇 这是艾伦年轻的时候是吗 对对对 挺青春的 对啊对啊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我我 这个差距好好啊 这个差距真的好大 差距好大是吗 眉毛怎么变戏了 哦 这个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这是吧 那我就觉得天哪 我这宝儿现在好洋气啊 来 再来港线看 好 这完全看不清楚 这个是 这位是 这位 这位嘉宾没有来到现场吧 大大熊 十年前 这位是小鲜肉 小鲜肉的时候 小鲜肉的时候看到没有 登山登成这样了 那种啊 对啊 一直在登山 这就是登山的 看日出啊 王老五 王老五 争取帮助他们 早日摆脱单身生活 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四位男嘉宾哈 你们自己怎么认为这样一个称呼和定位 首先是真的是单身 其次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事业来讲的话相对比较成功一些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这样的 不好意思承认 你知道吗 一直在说 形容自己 对 第一句话就想说其实吧 黄金大汉就是我这样的 大家看我模板就行了 四位女嘉宾有没有觉得就是说 艾伦这个型的就是黄金单身汉的外形的 标准吗 同意的 我觉得这个在上海应该就是有一个专业的 值得小开吧 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是单身 但我觉得我未必是黄金单身汉 因为就是说每个人可能身上 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缺点 那么人和人的相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契合度 虽然至今还是单身 但是我会在追求幸福的路上 屡战屡败 但是越战越有 好 谢谢 那我觉得我们的女嘉宾可不可以给艾伦支支招呢 他觉得他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黄金单身汉的水平 太挑剔了 一针见血 你看他终于承认了 那等于艾伦也可以说你也是外貌协会的是吗 我首先就是说要很坦白的向大家承认我是外貌协会的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外貌协会的另外一位女成员 是我们的一体好吗 你们俩可以认识一下 这是交了会费的两位女成员 大家下了 太好了 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李宝儿 你是一个非常挑剔的外貌协会的人吗 也是 这四个没不是的 包括您 我觉得她是演员 这个演员很重要 就是第一眼的感觉就能够让我持续地走下去 甚至说能够到结婚到一辈子 我一直以为这个宝儿她是每天工作很忙啊 拍东西啊 然后还要健身呢 原来也是外貌协会的 看来啊这个挑剔啊是我们这个钻石忙了我一个严重的病 来 我们女嘉宾再给她们治治病好不好 这还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我想问一下在场男嘉宾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相信一见钟情 曾经有过一见钟情 但现在没有了一见钟情 在寻找一见钟情 他还期待一见钟情 期待一见钟情 是因为年龄大了不相信爱情吗 我相信爱情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纪了还是要找一个 可能没有他们那么挑剔外貌了 我希望找一个跟我在一起特别和 就是特别自由 那你一般这么多年已经35岁了 还没有一见钟情过 所以是不是一般的人跟您也钟情不了呢 也不是 比如说别人喜欢运动啊 就是打羽毛球也好 然后打保冷气也好 都是起三五个朋友一起 但我现在就养成一个人的习惯 一个人干嘛 一个人去爬山 那你遇到一些山友也能聊聊呀 山友我喜欢一个人 我喜欢一个人爬 他到山顶上看日出 然后再回来 不是 他那个太早了 没有伴 要是我约上你呀 安全点 我觉得这不是必须一种境界 大家觉得大雄是一种什么病症呢 四位女大夫 孟孟大夫 对啊 就是很自我 对 因为自自作的人就很 就很大男子主义 对 对不对 你想他一个人去爬山 哪个姑娘愿意大冷天的光子腿 对啊 所以你有没有考虑过 另外一半女孩的感受呢 这个大雄说 他一个人要去爬山 清早去看日出 我想问一下四位女嘉宾 你们谁去啊 那么对 能愿意跟他早起去看日出爬山的请举手 有人愿意去吗 没有 所以我 约会失败 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觉得两个人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那还是不能够光看一个人的兴趣 而是跟你的女朋友 这个是一起商量一下 那么有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或者适合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户外 陶冶情操的方式 然后一起来协商去 对啊 你让两个人都愉快 你同意别人吗 都得别人听你的 还是你得听别人的呀 就刚才说的对 可能失败做 我愿意大男子主义 都得别人听你的 那人不还开始看过 我竟然写得最好 说两个人在一起啊 过一辈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相互的成全 对 所以说我觉得节目播出到现在呢 可能大家最开始想看 黄金单身汉长什么样啊 现在聊了几位之后 我觉得可能 喜欢黄金单身汉的 这些少女们的美梦呢 可能要破碎了 她们确实是呢 有很多的要求 很瘦 然后呢 很麻烦 很高冷 所以说我这还没要聊完 我觉得聊不下去了 你可高兴了吧 真的吗 因为我又矮又穷又错 我就是爱穷佛 怪不得你笑成这样 现在我觉得大雄遇到的问题 可能我觉得比宝儿更严重 宝儿 宝儿你在挑什么呢 你就是第一眼 必须看到这个女生 是你喜欢的吗 所谓的一见钟情 我觉得一见钟情 如果说两个人都看对眼了 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如果说单一一个人看顺眼了 那就很可怕 所以我认为一见钟情是双方的 其实我对宝儿有问题要说 可以问 因为她在健身房嘛 因为现在很流行 就是情侣健身嘛 然后一起做 然后一起去进步 有一些动作 对对对 然后不知道宝儿 你会不会在健身房里看 有一些身材比较火辣的女生 会上前跟她主动搭讪 说话呀这样子 然后如果发展到情侣这样的话 也可以做那样好看的动作 我非常非常向往那种情侣 现场请她们两个出来 然后之后做一组 这个搭档的动作怎么样 那太好了 好不好 有请宝儿和威儿来现场 来走 好 现在我们的健身开始了 好 威儿完全成为了宝儿了 威儿你是什么感觉 然后我像那个秋千 秋千是什么 多浪漫的 这秋千都秋上了 来 接下来 那清禾要展示 拿我当秋千来 清禾挺放松的 不行 宝宝 你太重了 好 谢谢我们两位的配合 谢谢我们两位的配合 谢谢 那宝儿的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觉得也是挑 男生吧 可能会有一种 大男子主义 是刚才大雄说 他们其实男生 有一种领导的那种 那种意识在里面 其实希望女生 还是比较像那个 娇小一点 乖乖猫一样子 然后我给你安排好了 我希望你能照到 我的方式去做 但是现在女生 非常的独立 所以不希望被男生去安排 所以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分歧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几位男嘉宾啊 就是是不是因为你们是 黄金单身汉和钻石王老五 基本都不愿意跟别人搭讪呢 可能有时不害太跟女生来搭讪 或者这种方式 沟通方式可能会欠缺一些 遇到女性啊 比较心仪的 可能会紧张一些 不知道从什么的话题来开始 严嬸出现的问题 就可能说是太害羞了 不知道怎么搭讪 那么请问四位女嘉宾了 我们的这位钻石王老五 她的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帮她来解决呢 其实我觉得严嬸的问题 出现在就是太害羞了 因为现在女生 比较喜欢霸道总裁的这种状态 霸道总裁 这句子的字 深深印尽脑海 那就是艾伦这个形象 霸道总裁 其实女生喜欢被男生逼到死角 对 就是这样子 其他几个女生真这样吗 喜欢逼到死角吗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 所以说我想说呢 四位女嘉宾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这个男生现在普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与女嘉宾 这个搭讪有一定的小障碍 那么就是说我们男生与女生 这个是沟通和搭讪的时候 什么样的方式和技巧 你们不反感 还可以接受呢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知道有一种方式 都不用说话 如果两个人看对眼了 一见钟情的话 女生其实他就会有一个 看这男生看三秒 然后男生就觉得 这女生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然后这个男生就可以 回对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如果真对他有意思的话 还会再看他 如果看三次的话 这个男生主动出击 绝对没有问题的 真的吗 那我和谦和来看一下 来导播 take我一下 一个特写好吗 干嘛啊你啊 我跟他看三秒的结果 谁看上谁啊 我跟他看三秒的结果 我就是这样的 你少来 看不了对眼儿这个 我们一直对着呢 那我想问一下宝儿听懂了 这个威儿教你的这个嘛 就是看三秒之后 如果女生有意思的话 也会继续看男生的 对对 但一般女生 我觉得被男生盯着看三秒 都会很害羞地走掉吧 对 王宝儿你怎么看 反正我觉得要有男的一直看这种话 我觉得会很反感 而且如果你真的喜欢对方的话 你还会希望对方再持续地看 我想问一下第四位美女 就是你们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 喜欢这个男人主动跟你们搭讪 什么样一个方式 你们觉得应该你们比较能接受 我觉得其实教这些都没用 就是看你喜不喜欢这个男的主动 看你三秒你喜欢他 你会继续看他吗 对对对 主要是喜欢 对啊 我说了 这些根本就没有用 我是说了是女生喜欢这个男生 但是宝儿的问题是 他看这个女生三秒很喜欢 然后之后他不敢再看下去了是吗 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很美好的 如果说像易儿说的那样 很美好 像电影情节一样 今天正好谈到了 这个是男嘉宾 就是有一定的交际的 这个障碍很害羞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的 这个是模拟了一个小情境 好嘞 对我们呢 这个请四位女嘉宾呢 来帮助一下我们的 四位这个黄金单身汉 好不好 在刚开始与人交往 或者约会的时候 怎么样的来开场寒暄 并且你们检测他一下 好吗 广告之后更精彩 刚开始与人交往 或者约会的时候 怎么样的来开场寒暄 并且你们检测他一下 好吗 星期天的下午 阳光明媚 宝儿和威儿 在婚姻介绍所的介绍下 终于第一次见面了 他们相约在了时尚我最懂咖啡厅 现在他们已经坐了三个多小时了 还没说话呢 他喜欢他 所以他就会出话了 你赶紧给我出话 你好 你好 我叫李宝 我叫魏威儿 我知道你叫什么 你怎么知道 对对对 介绍人已经告诉我了 好的 名字很好听 谢谢 我们的名字很像 对对对对对 其实第一次见你我觉得 你可以不要那么害羞吗 因为你长得又这么好看 这么帅气 这个实在不敢当 害羞吧 因为我可能面对我 面对可爱的女生 面对好看的女生 我就会害羞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你可以 打扰一下 我是服务员 你们俩都特个点了 太天一杯水还没喝完 那你先让你还点吗 等会再说等会再 说四个钟头 三个钟头没说话 还说咱们呀 快点说 我们下班 好烦啊 好烦啊 我以为他是你过来的艳员 那你有我电话 对 一定有 时间也不早了 那么咱们 电话联系 吃饭吧 你饿了 我完全小心 男嘉宾好笨的 你嘉宾还在说 吃饭不能牵手 你没恋爱过是不是 你没吃饭吧 对不起 我感觉不到饿 这是第五个小时了 时间过得好快 时间过得好快 那你想吃什么 意大利菜好了 我知道那边有一家不错的 可以可以可以啊 那我去开车 好好的 那我在这等你啊 好 恭喜 谢谢 你为什么刷黑那么小那么羞瘦呢 请两位站到我们中间好不好 请两位站到我们中间 我觉得这个是宝儿的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的钻石王老黄金男生汉就这个交集问题 不敢开口 不敢说话 吃饭还这么好 对啊 一直是我们女方在说 没有他可能在工作当中是君临天下的局面 但是在生活当中一碰到自己喜欢就语无伦次了 变成了一个小男孩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语无伦次的问题 是根本不敢说话 有一定的障碍 所以说威尔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女生如果也喜欢男生的话 是会帮助男生对吗 对 我都刚刚跟你说咱们去吃饭吧 你还问我饿吗 她问你饿了吗 女生说我想吃饭 男生说你饿了吗 所以说这个现象呢 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是黄金男生汉当中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说想要告别黄金男生话的话 可能第一个不要害羞 要懂得交际 然后这样的话呢 才能可能把你的心扉展示给更多的人 好不好 我觉得自然一点 就相当于你喜欢的人 你不拒绝人人又就追上了 你要有这种竞争意识 对对对对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 辛苦了 谢谢两位 难为他们了 刚才第一对太讨压了 刚才都耽误我们时间了 听到下一对又有一对 真的呀 真的呀 我们准备一下不上后面 还没你长帅呢 怎么能摔抱醒 好为恶大叔 看见了小妹妹 你好 业余生活都做什么呢 看看电影 电视剧什么的 那最近好像新上了一部一个电影 好像不错的样子 什么电影 有上货币特人马上上 不然喜欢不喜欢这个国外的片子 不好看吧 那个又长又看不懂 我看了二快睡着了都 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类型电影 爱情的 爱情片 喜剧片 跟我差不多我喜欢看爱情天喜剧片 好巧 特别巧 听说你47岁了 你对年龄大的人士一关什么感觉呢 你就喜欢成熟有魅力的男人 这是沧桑的痕迹 男人越是有精力越是有魅力 反正我看今天咱们装备挺配的 应该也算还合适 装备挺配的 衣服 衣服哪配了 这一盘挺配的 好 一个岁 时间不早了 要下班了 这个地方也快打烊了 也荒地方 这椅子也不舒服 要不然去可以看个电影 看个电影 欣赏那个爱情片不错 好呀 好 这一对成功 恭喜 好 我觉得呢 这一对呢 还是比较顺利的 接下来呢 还剩下了我们的最后一对 我们来看一下 喝酒 干了 干了 爽快 北京女孩没办法 你北京人啊 我也是北京人 在北京哪个区啊 我在西城区 西城区啊 咱很近 我在海淀区 其实我是在住朝阳 住朝阳 我也住朝阳 朝阳哪儿啊 一满住都我家啊 你哪儿啊 朝阳 我在三顶团那边 三顶团真太近了 干了 干了 还是干了 对 这么近距离 你看你真漂亮 是吗 谢谢 你这么近距离 看我怎么样啊 吐血 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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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远处看 看不清楚 然后进去一看 太平年了 有点模糊 有点模糊 那别看了 可以沉实一点吗 平时喜欢什么呀 除了工作之余做点什么呢 喜欢玩游戏 游戏 对 那玩游戏可不好 但是我这个年纪就爱玩游戏啊 有点健康的运动多好啊 比如呢 旅游旅游 运动运动 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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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爬山我腿会断 腿会断 我可以背着你爬呀 真的 你会断 我会断是 断了没关系 就还是得爬山 来 为了爬山 干嘛 干嘛 走啊 我带你去爬爬香山 现在正好是红月正好看的时候 你背我上去再背我下去吗 背你上去 等你背我下来得了 我还想多活几年 我还年龙几年 去害别人不要不要 好 那这样啊 拜拜 好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好 刚才四月也完了 我觉得呢 有成功有失败的 而且呢 在每一队当中呢 我们都看到了哈 这个是 每一位我们的 这个是黄金单身汉 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百花齐放啊 大家都是平常人 百家争鸣 所以我觉得呢 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 大家呢 也都是 暴露出了自己的问题 也觉得呢 我们在传说当中的 钻石王老五呢 不再神秘 他们呢 也是普通人 也是凡人 也是路人 而且呢 也有需要自己提高的地方 所以我们女嘉宾 刚才通过 跟我们男嘉宾 这个是 尝试这个游戏 感觉到了 有的确实是 太腼腆 不知道说什么好 有的呢 是过于主动 不登山就分手 就什么类型的都有 是吗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 让大家感觉呢 钻石王老五和黄金单身汉呢 是不再神秘的 他们呢 可能呢 就是因为呢 工作比较忙 或者说呢 是交际的一些障碍 或者是自己的独特的性格 我想说的话呢 是通过今天 我们各位女嘉宾的 这个帮助之后呢 他们可能呢 就会有所进步 对 在生活当中呀 大家就别那么挑 如果有人喜欢你呢 也给别人一个机会 尝试的了解一下 先从朋友做起 可能就有一些空间了 嗯 是这样的 最后呢 我觉得呢 我们每一个 今天所请到的黄金单身汉呢 都是很努力的 外形很好的 值得鼓励的 所以说最后呢 再谢谢我们 这个每一位女嘉宾的同时呢 也希望我们女嘉宾 给我们呢 今天与你合作过的 或者美味的 这个是黄金单身汉 给一句温馨的提示 希望她们尽快地找到自己的幸福 好不好 宝儿 我希望你不要太害羞 大大方方的 然后最喜欢的女生 主动出击 加油 主动点 就会有春天 来 接下来我们的弟弟 给我们对面的男嘉宾 有什么建议 男生一定要主动一些 哦 主动 主动一些可能才有机会 或者女孩子的一些的在意 或者是关注对吗 对 好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的赏力呢 跟我大喜的言松 希望你以后遇到喜欢的女孩 不要再腼腆 喜欢就勇敢去追吧 好 加油 勇敢点 好 最后我们的王丛呢 我觉得男嘉宾就是一定要 稍微降低一下自己的位置 然后多听一下女性的意见 放低一下自己的标准 放低一下自己的架子 我觉得王丛说的 可能是最实际的 你知道吗 你不放低 怎么收获更多呢 对 一直端着 一直在高处的话 真会是高处不胜寒 高处都没人看日出 那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呢 在我们这个是2015年 非常优质的男生 能够呢 通过今天的节目 赶快找到自己的如意伴侣 黄金 单身汉 也有他们的春天 好 再次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特意我们的节目 时尚我最懂 我最懂时尚 下期见 拜拜 拜拜